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是我朋友这里的 Intermedia 上次有介绍过它是 阿婆跟EQ的交配个体 那它很好玩,它会一直开花 非常非常容易开花 非常非常容易长羔羊 这一颗我大概已经看了 它开了快十个月以上了 每次来它都每次开花 而且它末端还有花 末端还有花 那这种品种就很有趣 它有分成橘唇的 有分成红唇的 那随着每个个体不太一样 开出来的花长 因为这不是交配个体 那其实在野外的话 这个叫天然杂交种 就是在野外的时候 它有天然的交配的品种 在野外的时候 它可能花粉是从阿嬷 然后跑到EQ上 或者是EQ跑到阿嬷上都有可能 那在野外的时候很难讲 因为昆虫会带的花粉 或者是跑来跑去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 天然杂交种的品种 那花哏很长 这种花哏的长度就很像 阿嬷那样的品种 通常EQ的花不会到这么长 那它的花型会随着 每个个体都有所变化 那有红唇的 有橘唇的 有黄唇的 我都有看过 那其实呢 这一颗就是橘唇的 那这颗是之前很久很久的 三彩个体 所以它算是天然做出来的一颗品种 那有些会是人工做的 人工做的就是用一样 用阿嬷去交EQ 出来的后代 它就是人工做的 intermedia 这个学名叫做PHAL PHAL就是蝴蝶兰的意思 后面是intermedia 就是交配种的一种蓝 蝴蝶兰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状况 而且它通常很容易长高牙 而且是只要在热天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花梗就可以不要剪 不要剪的状况下 它就有可能在花梗的旁边 长出新的高牙出来 那新的牙 像这个顶部 有没有看到这顶部 感觉就是快长高牙的状况 那之前它有给我高牙玩玩 所以我那边有一颗 跟它一模一样的品种 那开起来是黄唇的 那我还有一颗是橘唇的 那我是没有收到红唇的 因为红唇 有时候要看个体 看运气 看有没有放出来这种红色唇的个体的颜色 不过这蛮有趣的 它的花膏介于阿婆跟EQ的中间 那阿婆都是比较大 EQ就比较小 那不同种的阿婆跟EQ交起来 可能会产生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它的颜色就是 会变成有点千变万化的样子 那如果想要种的话 可以找找看 因为这个其实它的高牙个体很多 有时候都会看到人家在放出来 就是红唇的 橘唇的偶尔可见 那这个偏橘色的个体 那所以呢 如果想要种的话 可以去找找看 那它的个体其实长得很像 你看它个体其实长得很像阿嬷 叶子非常的粗大 它不像EQ一样 EQ的叶子会比较小一些些 所以呢它其实 当然也有蜘蛛是反过 它个体会像EQ一样 因为这种交配个体 它的样子会介于这两种中间 是非常的有趣的一种状况 那上板也可以种 然后你要盆子也可以 所以蜘蛛蜘蛛跟盆子都可以送出很不错的个体 但是主要还是种源 如果去找好的种源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这一颗其实它的叶型没有那么的规整 它有点翻的感觉 你看它末端是要开 还要开蛮多花的 一二三三个 那这个也是 一二三一二 你看它末端还在继续开花 很有EQ的特性 EQ就是多花型 一直都很开花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不过它的特性蛮有趣的 它不只只有夏天开 我已经看到从去年的秋天一直开到现在 一直都在开 一直长高牙一直开 一直长高牙一直开 EQ其实有些产地它是可以一直连续开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交到那个产地的关系 像我有一颗EQ 它基本上开了一年左右 那我朋友这边它有一颗EQ 基本上开了三年以上的个体 就是一直开一直开 只是开的数量多或少的问题而已 好OK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